每一年的十二月十月是世界人权力 各官司都會骨盤相關的活動 來保留民眾要尊重人权 這次台南七九叫 也選在修法普普館 骨盤修好人权修好活動的 航空選手活動 會中也要邀請學生 透過音樂和相聲的演出 傳達修好人权的重要 其中恩委託也請主持 秉毅常務選手的活動 向前市府的決心 我們過去才想到人權 大概都是政治上的人權 公民權 譬如說言論的自由 譬如說參政的自由 但是在台灣 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跨越過了 那現在很重視 尤其大家非常保障 大家所有的新聞 不管是這個市政 或者其他的新聞 都很重視兒童人權 以及男女婦女的平權 這個部分我們覺得 我們過去已經努力相當多 未來還有更多努力的 這個動力 所以呢我們今天也結合許許多多的 包括 照顧兒童的團體 還有婦女團體 我們都希望說能夠 藉著這個機會宣示 在未來我們對台南市政府 以及所有的公民團體 一起對於我們兒童人權的一個重視 不管在學校 不管在家庭 或在社區 都希望能夠尊重 而且照顧到兒童人權 一同來守護兒童人權 對於平權 婦女平權 我們也要消除一切對於婦女歧視的一些障礙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努力加緊來落實 這個部分也希望說 所有的市民朋友們一起共同來守護兒童婦女 他們的一個人權 目前我們台南市人權輔導團 在人權教育議題的推動方面 包括性別平權 兒童權力公約 以及我們人權一些公平正義的議題 會在我們全市的國中小學 不管在課程容錄 或者是教學實務的設計上 我們人權團都會藉由 包括我們的研習 包括今天辦理的世界人權日 包括我們的一些人權教材包的一個推展 還有實務工作坊等等 那讓我們的老師 對整個人權議題更加熟悉 也更加把人權的一些尊重 包容 同理心 以及更重要的是將心比心 那感同身受這些概念 這些理念 傳達到我們每一個學生的身上 讓我們的血統 能養成自尊尊人 然後 更加尊重自己 也更加尊重別人 為未來培養我們 更優質的現代公民 來做一個努力 還有希望透過各種人權議題 能力效忍的確定 希望幫助學生建立政客的觀念 當時鼓勵老師 運用得完的方式來教學 不用學生實在主謀的環節 跟學生尊重 當時鼓勵博弈 採訪不得